记者叶永千屏东报道,屏东火车站公用路等拆除工程 今天17日开标,但因投标的厂商只有一家,宣告流标 而现议员讲乐会则带领抵触户在开标前赶到县府大门口拉白布条抗议 强烈表达反对拆除的立场 屏东火车站公用路、光复路等工程后续拆除工程 今天在县府开标,由于拆除过程可能遇到抵触户抗争阻碍施工等问题 加上拆除费用只有300多万元 因此厂商投标兴趣缺缺,只有一家厂商投标为达三家的规定而宣告流标 就在县府开标前,现议员讲乐会再度带领抵触户到县府拉白布条抗议 表明拆除工程在未获得抵触户同意下就进行发包作业 明显不尊重抵触户的权益 县府公务处长杨庆哲说 这次发包的是工程的后续拆除工程 发包后并没有立即拆除的问题 还会和抵触户继续的沟通协调 希望能够圆满解决问题 明显不尊重抵触户继续的沟通协调